大家好我是丑夫 今天这条视频我下午已经拍了一遍 但是晚上看素材准备剪辑的时候 发现下午用的是手动对焦 全部是糊的 所以晚上我就重新拍一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手上的这台 宝马的三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第一次和车主合影 然后车主开玩笑说 他就是为了来跟我合个影 才选择来我们这里贴车衣的 这个话也就是他自己信 如果换成一个女生说这个话 我可能还会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会在照片下面标注日期 然后车主是来自温州的 然后下面他是我B站的一个粉丝 然后关注我一年多了 然后这次买车在我们台州温邻买的车 然后直接就开过来 现在这个车子已经开始施工了 这个车主是因为关注我一年多了 基本上我所有的视频更新 他都会收到通知 然后每次都会把我的视频看完 所以在这过程中 慢慢建立了一种信任感 还有就是他觉得我们做这一块 可能相对比较专业一点 而且他比较认可 我们专车专用数据裁剪的一个贴法 因为手工装贴 就算我自己做贴膜业务 我们的技术总监都已经十年的经验了 对吧 但是你说让我自己的新车 拿过来就让他手工去装贴 实话靠着你我也舍不得 我也担心他可能会到一不小心 滑到我的车期 因为装贴一台车 一般车型你全车都要用手工装贴的话 可能要在上面滑700到800刀 你滑700到800刀的一个数量 你说一定保证每一刀都滑不到车期 这个东西说出去谁都不信 所以我们做专车专用 也不是说一刀都不动 有些地方有弧度的 我们还是会进行手工装贴 还是会用刀切一下 但是我们是最大限度的去减少动刀 而不是说完全不动刀 所以就像我自己 你用手工给我装贴 其实我也会心疼 我也会心疼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期我们的标题是有多少人开了电车之后还会换油车的 那我们这台三系的胖嘟嘟的小哥哥 他就是其中一个 我很难想象 因为我自己就是新能源的车主 你让我开了蔚来之后你再去换一个油车 其实说实话除了八缸的性能车之外 我其他的我应该不会考虑 就像我上次开了163S之后说的 是我没有实力买八缸的车 不是说一定是电车香 但是说实话电车相比一般的油车我觉得还是很香的 这个车主从Model 3换成一个宝马34主要还是一个续航的问题 他之前选的应该是标续 所以说可能平时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可能经常就在充电 我昨天开自己的蔚来S8从娇江开到玉环再到玉环开回来 就剩大概几十公里的续航 我等于说昨天一天就换了两块电板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刚好选了一个蔚来 它是可换电的 然后最最主要的它在我们的库船小镇门口建了一个二代换电站 等于说我以后只要出门先去那边换块电 就没关系了 就是可能就没有这种焦虑 还没有这种焦虑 然后我们玉环的五月广场也是我家边上 等于说两边都有换电站 两边都有换电站 所以我没有这种焦虑 出去之后可能只是要稍微多花一些心思 看看行程上的一个换电站充电桩这些 所以说未来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 你让我开特斯拉可能我也会换油车 所以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火了 但是大家选择新能源车 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就自己的家里可以装充电桩的 或者是附近有换电站的 或者超充站的 像我这种就是属于电驱房 他们说的是电驱房 所以大家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新能源车 而不是说因为它充电费用比较低你就去选 但是你充电很麻烦 或者是家里不能装充电桩 你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在上面 证据 用电源车卸